把這件事情完成 然後每一次 就可以按個按鈕自動幫我把這些串接串接完之後 幫我放在最後一列的C欄底下 大概敘述 如果你今天邏輯需要這樣子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串接 我想這個邏輯跟前面很類似 第一個是寫一個什麼 4i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串接 4i等於多少 第二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這個應該前面寫過來 其實你就是把它怎麼樣 就是 看複製貼過來可以啦 然後底下加一個NAS 再來就串接 那串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串接的話就是S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主要用途就是說 如果你要將來要暫時存放一個東西 你可以暫時放在一個變數 這個S是一個變數 等於他自己 那他初始化裡面是空的 所以AND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儲存格就B欄 ID裡面的B欄 所以用什麼敘數AND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逗點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全部串在一起之後的話 你再把它輸出到那個 最後一個儲存格裡面 那最後一個儲存格 怎麼表示呢 全部串接完之後 所有東西都會在S裡面 那 不過 會有個問題 因為你串串串 串到最後呢 會多個逗點 所以那個逗點怎麼辦 那如果說你原來 要用最快的方法 把那個DOT給拿掉 這又是一個問題 當然之前有同學 他如果不知道的話 最快的方法 其實就是儲標放這邊 點兩下 Back一下 Enter 就解決了 OK 但是 這樣好像怪怪的 好像就是少了個什麼動作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怎麼樣 這個 輸出的時候 是 完成之後 順便 就一起做完的話 那你可以思考啦 前面好像我們也用過一個函數 叫Let 然後也有用過 LEN 有沒有 這第一次上課吧 LEN就是那個 總共這個字串有多少個字 那這個我就從左邊算過來 取多少個字 取總長度 減掉一個不就好了 有沒有 那 這個敘述怎麼敘述呢 實際上 就是 總長度-1 這個它本身的長度 就是 先打個 L-E F-LAPS 刮糊 告訴它你的字串 逗點之後的話呢 就是你總長度 就是把總長度 這個字串的總長度 再 減一個 就好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後刮糊一下 就是我要從左邊取 取它 然後 把最後一個扣掉 OK 這樣寫法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 當然這不是標準答案 不是只有一個答案 你還可以有別的 別的 別的這個 當然如果你不用LAPS 之前也有同學用別的方法 可以寫得出來 反正呢 你就是可以 就是要解決什麼 解決 如果輸出 多一個 逗點 的問題發生 那就是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我們來 試一下 最後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逗點就不見了 而且 如果說你將來 當然你不只是這麼多人 你可能很多 更多 那如果這個資料 把它Delete掉 那一樣啦 其實因為我剛剛有做了 就是偵測最後一列的動作 所以 你這邊直接執行 它一樣會放在什麼 這個範圍裡面的最後一列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希望怎麼樣 順便幫你寄出的話 其實 這個 剛好也有同學問到啦 因為這個東西 需要 第一個 要先設定好outlook 所以這邊的話 因為我這邊 這一台的outlook 我沒有設定 所以我把那個 你們可能會需要用到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那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如何 就是把那個 Email寄出的 這個程式的一個重點 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我這邊沒設定啦 所以沒辦法demo給各位看 其實應該是ok的 因為這個 這一段程式嘛 是 有一位 之前有個同學 他也是有這種 這個寄Email 自動寄Email的需求 然後他就做完 OK的 他就是 因為他有問過 我跟他講怎麼做啦 只是說我沒有 只是沒有把source給他 後來他做